看看新闻榜 新的高中生留学潮 背后原因何在 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 又彰显了 怎样的社会原因呢 高考前的最后一周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五班的教室里 学生们正在做着 考前最后的复习 然而原本可以坐下 45人的教室 如今却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 这所是华盛顿路易丝 然后这个是UCLA 都可以 来师 汉德宝 复旦副中高三学生李延 这个时候原本也应该 坐在复习硬行的课堂上 但他却在计划学车 学画画 旅行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 13所国外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我们不管怎么样 能够锻炼一种开朗的性格 能把它性格锻炼 我觉得就是很值得事情 复旦副中这届高中毕业生 高一入学时 有400人 目前像李延这样 出国读大学的 竟然有103人 比例高达26% 而其中一部分 在高一高二时 就已经出国 在除去国内高校 保送和预录取的学生 目前参加6月高考的 只剩下135人 在6年前应该是 还是个体的同学 十几位 二十来位同学 而最近这两年里面 感觉到的 已经是有风气的影响 这应该是在上海的 中学高中阶段 是带有一点普遍性的 尤其是一些 比较优质的高中 上海高中生出国 近年来正呈现出 越来越上升的趋势 除了复旦附中外 上外附中 这届高三学生 一共是219人 目前确定出国的 也已经有80多人 超过学生总数的36% 此外在交大附中 华师大二附中 上海中学 四三女中等重点中学 出国学生所占的比例 也在逐年增大 一些专门为中学生 出国而办的预备学校 近几年也越来越受追捧 在2006年的5月7号 开的学第一批学生入校 仅仅招到了36个学生 报考的人数不超过60 去年已经是超过2000人报考 今年预计是有3000人的报考 很多家长在中学阶段 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 虽然一年的学费要10万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出国率 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而上海专门在做高中生 出国培训这一块的国际学校 和普通高中国际部 在上海已经超过20家 估计在上海是读这种课程 学校的学生 应该有个四五千人是有的吧 越来越多的家长 他们不满足于国内的高等教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的路子就选择到国外去读大学 巨大的市场需求 直接催生了更多的留学中介 涉足这一行业 在上海 或教育部批准的留学中介 有15家 然而实际运营的正规 非正规中介 却超过200家 从2010年到2011年 通过新东方办理的高中生 出国的人数就增长了4000人 在全年总计13000名客户中 高中级以下学历的学生 已经占到了61%的比例 增长率高达50% 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那个趋势很有意思 它是一开始这样很平缓 然后呢 07年开始突然就这么上去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选择出国的这些学生 并非害怕和躲避高考 很大一部分如果参加高考 也能够考上非常好的学校 甚至有人放弃 国内名牌大学的保送资格 把眼光投向了国外 所以我们现在名校的高中 国际部的火热程度非常之高 那为什么 大家已经从源头开始选择了 对中国的高校来说 它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优秀人才的 一种隐性的流失 这是我们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 究竟哪些方面的考虑 让这些学生最终选择了国外 上师大剑桥中心毕业班的学生 韩家隐 已经拿到了美国莱斯大学的录取通知 他告诉记者 申请国外大学其实也并不轻松 不过与国内高考相比 却似乎显得更为人性 国内大学首先就是只看成绩 就是而且成绩你只有一次考试的机会 如果像美国的话 SAT其实是美国高考 但是SAT每年你在大陆就能参加六次 就是有六次考试 对 就是不会说你考一次考杂了 就要不然等一年 要不然就一辈子算不了身 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会更人性化 我国目前高考制度的主体 还是只凭一场考试来选拔人才 这种选拔体系上的落后与脱节 既让学校感到无奈 也让学生丧失了选择权 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考试院 把人才按照高分到低分排好以后 发牌发给你的 中学生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高考程序分数拿来以后 他就是非常被动的 从高分到低分就是被选择了 高考制度对分不对人 有其确保公平的一面 但另一面却忽视了学生的个性 而国外多次考试的选拔模式 直接分担了学生对于成绩的压力 考试的等级划分标准 也留给学生在课业以外 以更多的自我发展空间 西方的考试制度 它不要求学生每门课考到100分 它是等级制 一般的说80分就谁了 但是你要得到100分 可能一个孩子要积他所有的精力 他要牺牲他所有的空间 他要放弃他所有的兴趣 高考只有一次竞争激烈而残酷 在一张张试卷的背后 教育从某个角度讲 已经具有异化倾向 任教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高级教师胡佳 曾经在2008年做过一件特立独行的事 他以教师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因为他想体验一下他的学生们所说的那种 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 我们忽略了学习的本体 而是着重了考试 我们把它成为了一个考试学习 胡佳坦言除了自己的专业英语 其他科目他根本就考不过他的学生 这次独特的硬考经历 让胡佳队班上那么多孩子选择放弃高考 有了新的了解 而在教育研究者吴泽民看来 气考其实是学生和家长们 对目前教育制度的弊端 进行的最直接的一种反抗 我们的老师对孩子可以说 完全是为分数至上 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个孩子 他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当中 没有对人性和人格 这种给自己学生有自由的空间 给学生有一种快乐的明天 有这种对自己所兴趣东西的追求的机会 我们都是按照成人的意志 都是按照社会的一种功利的目的 而申请国外大学考试成绩 只是录取学生参考的一部分 社会活动经历 性格 领导力 乃至社会责任感 甚至心中梦想 都是他们考量的因素 会叫你列一个你做过什么活动 最重要的实际上活动 然后之后看你从这些活动里面学到些什么 然后从这个来衡量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 还有性格 还有各方面 而这些对成绩以外因素的考量构成了国内外教育的根本不同 韩家印说他的同学创办各种各样社团的人特别多 他自己创办的角色扮演社团 刚刚在游戏展嘉年华的复赛中获得华东赛区的季军 目前他们正在准备七月份的决赛 在高中阶段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特别多 还有帮卖展卖门票啊 还有帮一个儿童摄影什么发展之类的 韩家印自己的个性开朗独立 他告诉记者 申请学校办理繁杂的手续等都是自己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变得越来越得利 最近我就要准备自己去办签证 自己预约 然后自己去银行交各种钱 然后自己去体检 自己去打疫苗什么的 同样已经获得国外13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李延 也在申请出国的过程中 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 而不是仅仅为分数所限 其实去美国的话 分数不代表全部 你还要写你自己的personal essay 就是写自己的文章 来表现出自己非常特别的地方 申请的话 你必须要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这样子 还有你自己到底要什么 不过在众多出国留学的中学生 除了像李延和韩佳寅这样 对自己未来有明确规划者 也有不少家长和孩子 是被这股潮流裹挟其中 作为申请美国排名前 50位大学敲门砖的SAT考试 在大陆没有专设的考场 所以一到考试时间 就会有大批的大陆学生 组团去香港参加考试 多的时候一次就有七八千人 因为他首先他对美国的整个教学体系 他并不了解 他对自己的小孩的未来设计也不明确 他只是跟风 他看到别人要去了 我也要去 在这个事先没有充分的一种论证 或者充分思考情况下 被不自觉的裹挟着也参与其中了 除了潮流引发的跟风现象 一些家庭也会考虑到 在这种一考定终身的体制下 考不上好的大学 可能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不利的影响 所以出国变成他们为孩子 规划未来的一条紧禁 大纯今年七月就出国 国内的话就是竞争也比较激烈 比如说会担心自己考不上 比较理想的大学 到那边去的话 可能我们的竞争更加有优势 据国外一些机构的统计 中国留学生去年直接为 美国贡献学费和生活费 4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91亿元 为澳洲贡献900亿元 为英国贡献200亿元 不同的学生出国目的不尽相同 然而这些目的的背后 却应该唤起我们对教育的反复 我觉得不信任是一个方面 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 有研究员对改革开放以来 被北大所录取的3300名全国的状元 进行了一个调查 却发现这3300名状元 没有出现一个 在某一个领域里边 这样的一个领军人才 领军人物 再过四天 本届高三学子就将坐进高考的考场 高考虽然饱受质疑 但在当下 无疑仍然是选拔人才 最直接和相对公平的方式 高等教育也仍然是国家创造力 和创新力的动力所在 当然各种破冰性质的试验 都在同步进行 对于结果 我们也将事物以待